49.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道報 服務機器人風口漸現市場需求有待探究 2015年7月27日產業熱點A15宣言日前 阿里巴巴集團宣布與富士康及日本元銀旗下機器人控股子公司達成戰略合作 阿里及富士康分別向機器人公司絕資145億日元 並分別持股20% 而該公司生產的屁股情感機器人將界 互聯網巨頭的動態總是產業熱點的風向標 此番馬雲投資機器人 也進一步刺激了市場對服務機器人的關注 不過服務機器人要從有人的概念走向真實的市場需求 這一路或許還不斷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段聲光表示 除了清潔機器人 現在更多服務機器人還停留在研發和讓機階段 技術和提供的服務上落後於消費者的期望 而教然機構和企業對真實的市場需求和定位 也還不是很明確 服務機器人還沒進入產品競爭階段 封口來了業內將亞裏投資機器人視為戰略佈局 認為其以此為開端將進軍人工智能機器人產業 而馬雲在公開場合也表示 機器人產業有望在醫療、公共服務、研究和智能家居等方面成為 催化科技突破的關鍵領域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頓向明指出 馬雲、富士康和日本元銀之間的合作互補性非常強 阿里巴巴的雲計算能力及大數據是服務機器人的關鍵技術 富士康具備製造業龍頭實力 而日本元銀的Pepper機器人初期以日本作為目標市場 因為該地區老齡化特徵決定了產品的需求性更強 從各個國度來看 這是一場國際化的強強聯合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對服務機器人的國家化基因提出了質疑 服務機器人的智能化中將超乎人類的想像 也因此這將涉及到國家戰略安全問題 有些專家則認為國家不會允許國外機器人大規模 進入國內家庭市場 馬雲投資機器人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 另一層原因也事業內認為 這是互聯網巨頭涉足服務機器人領域的明顯信號 此前 智能製造科技發展125專項規劃 服務機器人科技發展125專項規劃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 已逐漸將服務機器人行業控列 此前兩年經歷了工業機器人的走業 今年則將市民用及商用的服務機器人真正走向市場的元年 服務機器人現在是投資的熱點 過去幾年已經從實驗室走入了小魔缺M規模級銷售 儘管還不成熟 但目前國內也有了專門的產業配套資源 在服務機器人行業造了八年的流雪藍雪道 而關於服務機器人的核心競爭力 人質科技創始人夏志敏表示 具體就在於對雜誠和整合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垂著軟件 網絡環境 大數據 智能全感等配套產業的發展和融合 雜誠變得相對容易 也大大降低了服務機器人的市場化成本 他認為 目前人工智能普遍不完美 有設定留於實驗室無法商用 而人質科技的模式是走集成路線 做服務機器人的整車廠 通過定制化 無法化開發和生產 推動產業的應用 元年以至面對2015服務機器人元年的風口說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 服務機器人市場環處於早期階段 遠未到增長市場份額的時期 壓力這樣的互聯網巨頭的入場 至少在目前看事見好事 另一方面 現在服務機器人行業已經有泡沫產生 壓力這樣的大團隊的加入 會加劇對機器人行業內企業的因別和洗牌 沒有基礎的企業可能會在36個月就走向消亡 毫無疑問 服務機器人是未來的市場趨勢所在 不過現階段是否具有真實的市場需求 企業有是否知曉 則有待考量 其實很多企業都知道需求在哪 就是技術和成本控制上暫時做不到 業內人士表示 服務機器人的智能化存在三個方面的核心技術 分別是環境因別與導航 與人類交互技術 以及機器人在不同環境中實現自主過渡的技術 而目前市場上的企業在以上三方面都未取得突破性進展 比如與人交互上 無法實現溝通以及最基本的商戶手把手傳遞功能 與此同時 服務機器人在投入市場過程中面對的另一個難點 就是應用場景不夠豐富 而應用場景的積累和完善 則需要依靠移動互聯網 雲計算能力或紅厚的大數據支撐構建起來 對於服務機器人 大家看重的不是機器 而是人的那部分學習、決策、執行能力 而這些學習能力都來源於大數據 段聲光表示 此外 機器人的研發需要較長的周期 充足的資金是必備的保障 而以上幾個要素正好是不這類互聯網巨頭所把控的優勢資源 這也如事了 日後機器人設計與製造企業及平台 細必將與互聯網企業展開優勢互補的合作 目前 深漢科技已經與百度及騰訊開展了技術層面的合作 據透露下一步獲張深入資本層面的合作 而在合作中 深漢負責載體設計及製造 而互聯網企業則長於大腦、交互、通訊等軟件層面的技術 而康力優蘭也在與互聯網巨頭進行合作合談 進軍家庭物聯網目前 以智能手機為核心的智能家居生態圈 尚未發展成形 行業內就出現了另一種觀點 或許機器人比智能手機更加適合成為家庭物聯網的核心 段聲光認為 目前以智能手機為核心端口的智能家居生態圈 存在幾個問題 一方面手機想超級合對各種電器的 聯通和控制能力存在局限性 另一方面 很多家電家居產品受到基礎硬件的限制 還不能達到智能家居的要求 而靈活的機器人則可以彌補這個不足 能夠作為中轉平台和服務人員 有效降低對基礎設施的要求 也因此有望成為家庭物聯網的核心端口 機器人可以人性化家戶 以動式控制 還可以組件化成長 加在多種功能的組件 基於以上三個特點 機器人一定是未來家庭物聯網的核心控制中書 劉雪楠同時指出 機器人的顛覆是物種級的 人能做的機器人都可以 但是手機則不一定行 據他預測 在十年內服務機器人的使用量將達到如今 iPhone 的規模 取代智能手機成為新的智能家居核心端口 未來手機和服務機器人會是一種配合關係 例如 手機在可移動 變攜式的場景中使用 機器人在相對固定的家活場所內使用 與機器人的專制 機會 冊子和機器人可以接觸